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就钢管剧名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小鸟电动车 对本栏目的大礼支持 养心又好药百年易安宁 本栏目由易安宁丸赞助播出 我是蒋利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28号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决定 新修改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将于2020年1月1号施行 据介绍 此次修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目的是要做好法律之间的衔接 使台湾同胞同步享受改革红利 以便更好的鼓励和促进台湾同胞投资 更好的保护台湾同胞投资的合法权益 此次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修改 一是删去第八条 第十四条 关于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实行审批备案的规定 并相应将第九条改为第八条 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依法进行经营管理活动 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 二是调整第七条第一款 关于台湾同胞投资方式的规定 不再按照举办合资经营企业 合作经营企业和全部资本 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来划分台湾同胞投资方式 将该款修改为 台湾同胞投资可以举办 全部或者部分由台湾同胞投资者 投资的企业 也可以采用法律 行政法规 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 此外 在此次修法审议过程中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建议在充分吸收会台政策的基础上 研究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进行综合性修改 对此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商务部将会统有关部门 进行认真研究 抓紧启动调研论证工作 适时向立法机关提出 进一步修法的建议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 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卢强 来看看党内媒体今天 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卢强 把时间讲给你 好的 小丽 我们来接着上面的新闻说 从31条汇集台湾措施 到26条措施的更进一步 再到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修法 体现出的是大陆对台商台起 实实在在利益的关心和照顾 对此 上海台协副会长蔡世民表示 台商最希望的还是能够将 对台31条 对台26条当中 相关汇集台商的措施入法 让汇台政策入法 白纸黑字更有保障 毫无疑问 法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就法律本身来说 它代表着积极向上和公正的价值观 应该有正向作用 但非常遗憾 在台湾岛内所谓的法 成了民进党当局操弄政治的工具 最近蔡英文强推的所谓反渗透法 将台湾笼罩在一股恐惧的黑暗当中 我们来看今天台湾媒体 联合报以及中国时报呢 都在头版用这么大的版面 刊登了同一份声明 内容是全国台企联及大陆地区 148位台资企业协会会长 共同强烈声明 坚决反对制定所谓的反渗透法 制造绿色恐怖 两岸要和平合作 不要对抗动盗 那下面呢 是各个城市台协会长所具实名 满满的名字 满满的心声 难道这样的名义 蔡英文还是听不到 看不见吗 我们来看中国时报的这篇报道 所谓反渗透法对撞名义 当下反对所谓反渗透法的声浪 从蓝橘白蔓延到深绿所谓独派 继吕秀莲贰蔡英文在急什么后 包括喜乐岛联盟 台湾守护民主平台都跳出来反对 今天中国时报的新闻透视 就质疑说 连所谓大独派都反弹 绿还不刹车 文章认为 以目前岛内社会氛围 民进党还要强行通过此法案 政治操作昭然若揭 台湾2020大选候选人辩论会 今天下午登场 可以预见蔡韩颂三方阵营 将再就所谓反渗透法交锋 韩半总发言人王浅秋透露 韩国瑜今天会在电视辩论会上 提出所反对所谓的 反渗透法的具体论述 而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 也将在辩论会上再度表达 对所谓反渗透法的反对立场 今晚播出的海峡新干件 将做详细报道和解读 敬请关注 我是卢强 以上是我今天在台北的观察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卢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020年选举电视辩论会 将在今天下午的两点登场 按照惯例 辩论会前一两天 候选人通常会闭关准备答辩 但是中国国民党2020年选举 候选人韩国瑜28号一整天 仍在马不停蹄地跑行程 拉台蓝营选情 28号上午 中国国民党及明代候选人李燕秀 举办港湖团结造势大会 邀请韩国瑜 马英九 朱立伦 郝龙斌 侯友宜等 一众蓝营要绝站台助阵 似乎是在延续前一晚 证件会的工坊主轴 韩国瑜上台致辞时 再度痛批蔡当局急推 所谓反渗透法施政无能 两岸关系这么紧张 外交走不出去 经济这么衰退 台湾内部纷纷扰扰 拜托南港内湖 所有台湾的乡亲 我们团结吧 投票好不好 好 当天下午 韩国瑜竞选办公室 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 二馆一楼 举行2020钢铁爱心拍卖会 由于当天拍卖的钢铁H夹克 都是限量版 许多支持者 从27号晚间就开始连夜排队 昨天的早上三点坐夜车 从高雄上来台北 那到达台北是早上的六点 为什么要那么早 因为这个 关注这个钢铁外套已经很久了 我就想要得到钢铁夹克 想要早一点拿到 韩靖办亦卖2000件钢铁夹克 韩国瑜也亲自到场支持 现场加码 推出200件限量签名版夹克 其标价为5200元新台币 韩国瑜本人则亲自拍卖其中的四件签名夹克 在意卖20件签名夹克后 韩国瑜抛出最后的彩蛋 脱下自己穿着的外套 进行现场拍卖 韩国瑜笑称 这是一件充满原味的外套 这件韩国瑜穿过的原味外套 以2万元新台币起标 最后以100万新台币售出 据团媒体的报道 28号 国民党籍民代候选人黄韵涵 举办造势大会 穿白纱进场 声称准备嫁进台立法机构 而来服选拉台的重量级人士 是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 跟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穿白纱漫步红毯 选民代的黄韵涵称 要嫁进台立法机构 造势大会 由高雄两位副市长 李四川叶匡时 牵着手压轴进场 而在舞台上迎接的是 来自辅选站台的官公兄弟 郭台铭跟王金平 来出面 来挺我的人 这个就是我跟王一铭 叶匠一样 官公兄弟 报道称 国民党的黄韵涵 也是郭家军成员 郭台铭亲自来拉台 跟王金平睽違两个多月 又在高雄合体 同台同框 而选部分区民代的吴怡丁 在台上喊韩国瑜当选 王金平 郭台铭 似乎完全没听到 不为所动 直到喊黄韵涵当选 郭坊两人才有所动作 而原本外界期待 郭韩王会合体 但因韩国瑜在台北 义卖夹克机会错过 另据报道 28号傍晚 王金平到嘉义县 替国民党籍县议员候选人 王奇力站台复选 王金平在台上八分多中致死 只似不提韩国瑜 甚至当主持人带头替韩国瑜加油 王紧闭双唇并未喊出声 显然韩王心结未解 距离2020农历春节不到一个月了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又开始发春联了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马英九28号到了新北三峡发春联 辅选蓝一名代 另外还出了卡通版的马大九表情包 上架短短一天就冲上了排行榜的第一名 马英九展现高人气 和国民党籍民贷候选人林金杰 到新北三峡一起发春联 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有趣的是连对手似乎也慕名而来 被停权的昔日同志李嘉进 也带着儿子郭家军的李静颖 特地走到马英九身旁说两句 马英九礼貌微笑 但赶紧结束话题 他爸爸以前是我们同事 就打个招呼而已 就怕多说多尴尬 马英九才讲两句话 就被幕僚给推走 而马英九不止发春联 这一天还出了卡通版的马大九表情包 过去世纪全拿来自嘲 不仅有所谓的死亡之卧 还有被网友讥笑的马卡戎 仔细找妻子周美清更是彩蛋 只见马大九哭着说太太都是对的 会传给美清姐看吗 这个我就不敢承报了 要听太太的话 而且要对太太要做到谦卑 谦卑再谦卑 表情包上架短短一天 就冲上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化身马大九的马英九 人气依旧不减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小鸟电动车 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8号第五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在福州开幕 共有来自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代表 旅游部门官员 福州国际友成代表 国际性旅游机构等近千名嘉宾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 传政文化法国老朋友魏延年 分享了他与马尾传政的不解之缘 来自罗元奢乡的一对奢族姐弟 用柔美的奢乡山歌 独特的婚嫁习俗 讲述着奢乡传统文化 独特的方式也让世界更加了解福州海思文化 旅游文化 本届游节以共建海思之路 共促文旅繁荣为主题 将进一步促进海思沿线国家和地区 文化旅游区域合作 共同打造海上丝绸之路 人文交流纽带和桥梁 旅游区域合作 今年海斯国际旅游节首次设立海外分会场 美国纽约 意大利普拉托市 韩国首尔三大国际城市 同步联动预热 在纽约时代广场有快散 意大利有土片展 韩国首尔江南区全景大屏 连续一个月播出海斯宣传片 我们是想通过这样子的丰富的 新颖的海外推广活动 来提升海斯旅游节国际影响力 28号由福州市莆田商会主办的 福州市莆田商会2019年会在福州举行 近千名蒲商奇迹一堂 共襄胜聚 本次大会主题为 不忘初心 感恩时代 福州市莆田商会会长陈祖元 在工作报告中表示 商会将弘扬蒲商创新创业精神 进一步提升蒲商品牌 为福州莆田两地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举办这次大会的目的是 让蒲商们精神团结不忘初心 努力实现抱团发展的建会初衷 劳迹创业终止 把福州市莆田商会 办成真正的蒲商之家 联想中国副总裁 东南大区总经理袁树心出席了大会 并在会上介绍了联想面向智能变革 从自身智能化转型出发 进而赋能企业智能化转型的经验 联想集团还在展区集中展示了 面向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解决方案 包括智慧行业智慧服务智能会议室等 让更多的这个商会的朋友们 能够知道联想是做什么的 能够帮他们做什么 同时的话呢 也希望跟他们互动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在我们这个智能化转型这方面呢 能够分享一些联想的经验和方法 12月31号晚 东南卫视携手军摇魏动力 力邀顶尖专家 举行思想2020电视研讨会 一起观察台海 读懂中国 看懂世界 敬请关注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午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俄罗斯《红星报》28号报道说 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携带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先锋导弹系统 28号称 该国首都摩加迪沙一公路检查站附近 当天清晨发生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死亡人数升至79人 另有149人受伤 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 阿博多拉西穆罕默德 对袭击表示强烈谴责 他在声明中说 恐怖分子针对平民发动攻击 目标是儿童和他们的双亲 他和遇难者家属一样悲痛 当地时间27号 澳大利亚一只考拉出现在阿德莱德市郊一条公路上 向一名路过的自行车骑手淘水喝 这只口渴的考拉横跨在自行车轮上 抓着骑手拿水壶的手拼命地喝水 看得出来小家伙是被咳坏了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是炎炎夏日 加上多地灵火持续肆虐 酷热的环境令许多野生动物口渴难耐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了 我是小丽 祝您周末愉快